在历史上,经常有通过和亲来求得边境和平的先例,就算强大如唐朝也不例外,不过你们肯定不知道,就算是如今人人称道的明君李世民,还曾有过和亲毁昏的黑历史,可汗详娶李世民女儿,李世民向他要四种动物,导致此国灭亡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出唐时,边陲地区动荡不安,一个叫薛颜陀国的国家,他的起落颇有些戏剧性,起初,李世民把薛颜陀国收位了大唐的一个藩属国,想以此来监控他的不臣之心,谁知以师疑难这么厉害。 很快就做到了北疆最强,这时候,李世民有些不安了,便又扶持了北疆的另一个小国,与之彻肘,被扶持起来的阿什纳斯摩也确实没让李世民失望,很快也成为了能与薛颜陀国匹敌的势力。 以师疑难和阿什纳斯摩的矛盾一触即发,很快就打了一仗,而李世民立刻表明立场,帮了阿什纳斯摩一把。 这样一来,以师疑难可汗终于和唐朝撕破了脸,但双方有很默契地僵持着,机会终于来了。 贞观是七年前后,薛颜陀国因为内部纠纷不断,以师疑难可汗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。 这时候,他要谋求出路,就想到了已经撕破脸的金主爸爸,于是他马上派遣了使者到长安,欲娶大唐公主,修复与大唐的关系。 李世民与大臣们商议后,决定同意和亲,以师疑难收到了诏书,简直要高兴坏了,但他万万没想到,这其实是李世民的一个算计。 原来李世民耍心机,他让以师疑难送四种动物,不然公主就不嫁了。 李世民索要了五万匹马,上万头牛和骆驼,还要十万头羊作为彩礼,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送到灵州,马牛羊骆驼什么的都是寻常动物。 但是如此大量的牲畜,也是大手笔了啊。 几经周折,以师疑难终于凑齐了彩礼,但在运送途中又因为粮草不足,这些牲畜都死了过半,也没有按时到达灵州。 就这样,忙活了半天的以师疑难无可辩驳地被退了婚,本来筹备彩礼时,以师疑难因为下令在抢征牛羊已经激起了民怨,现在损失惨重还娶不到公主,简直是颜面扫地,他羞愤难当之下,很快便丧了命。 以师疑难一死,薛颜托国便陷入了内乱,李世民趁机出兵,轻松灭掉该国,彻底拔除这个心头大患。 可汗欲娶大唐公主,李世民耍心机,让他送四种动物,轻松灭掉该国。 到底以师疑难也算个人才,他既能把一个小小的游牧部落发展壮大成,一个让李世民都感到威胁的国家,也能为了求娶一个公主,而把整个国家和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。 在随末大乱之中,唐高宗李渊带领他的三个儿子,在洛阳起义一路上南征北战,统一了中原,而且还开创了唐朝万族来拜盛大局面,将整个大唐荣光散播到了全世界,直到现在在外国还有唐人街的存在。 而唐太宗李世民但是被当时的异族人民尊称为万族共尊的可汗。 可是在李世民这个可汗之前,还有另外一个,他就是杨广,也是第一位被游牧民族共同承认的可汗,杨广是隋朝的隋阳帝,在当时隋朝结束了乱世,成为了大一统王朝,正是因为杨广的父亲杨坚本人雄才大略,治理有方,更是开辟出了科举制的前身科考制,得以从世家之外的寒门中选拔人才。 科举制也是隋朝之后成为中国古代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来,更是成为无数有才的普通人,改变自身阶级的重要机会,杨广本人也是十分知人善用,在他的父亲杨坚死后继承皇位。 使得当时隋朝的威势更进一步,正是因为他的父亲杨坚一具,怎可因衣带水而不救,便对当时的高沟黎进行制裁,无论是因为父亲的遗愿,还是因为维护自身王朝的威严,杨广都会派人前去征讨他,除此之外,他在文治以及治理地方上也是十分的出色,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的金行大运河,就是在他在位期间 率先开辟出来的,而且还在他父亲杨坚所创造的科考制的基础上,进一步进行了完善,增加了许多科目,可以录取种类繁多的能人。 将民间有所学,却得不到施展的能人甘利都得到了发掘,更是为之后的王朝选拔人才制度奠定了基础,现在的高考也是基于古代王朝的科举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,等系统进行了分化以及完善,最终形成了当时最公平也最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, 杨广对外南征北战更是三征高沟里,对内广修水利,而且大力发展科举制,文治武功都非常出色,使得当时隋朝的国力发展到了当时的顶峰,不论是与外民族还是隋朝的百姓都对杨广赞赏有加,当时的与外民族还派出使臣来到隋朝对杨广表示臣服,并且将还上奏请求,杨广为他们万族共尊的可汗,并且献上天可汗这一荣耀的称号,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天可汗的人,不过好景不长,杨广即位之后四处南征北战,大力发展文治,使得自己的威严达到顶峰,之后对内形势十分霸道,引起了当时世家的反对,杨广因为开展科举制,极大的影响到了当时世家在教育方面的权威,打破了世家对于人才的垄断, 这就引起了世家的不满,而且在修建金行大运河时,又不体恤人力一次性征召几十万民夫来进行修建,引得人们哀声怨道,对外征讨高沟离,又因为山高路远,不熟悉当地的地形,这是杨广征讨三次,都以失败告终,最后世家以及地主豪强,看到杨广因为金行大运河以及征讨高沟离, 一个引发民怨,一个征讨不利,于是果断联合起来,犯上作乱,最后杨广因为失去民心,致使隋朝这一个大一统王朝,也跟秦朝一样二世而亡,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君主都是国王,这个不再考虑范围,中国秦朝之后的朝代君主是皇帝,很多周边国家朝代是中国朝代的藩属国, 中国君主称皇帝,藩属国君主就不能称皇帝,只能称国王,欧洲从古到今,大部分国家君主都是称国王,很少称皇帝,欧洲君主要得到皇帝称号,必须得到教宗的承认和加冕,欧洲最早且唯一的皇帝是罗马帝国君主,罗马帝国分裂后,皇帝变成两个,一个落到神圣罗马帝国君主,一个落到拜占庭帝国君主,欧洲最多皇帝的时候有三个, 第一是拿破仑平实力自称的皇帝,也就是法兰西帝国君主,后来落到德意志帝国君主,第二是神圣罗马帝国君主,后来落到奥匈帝国君主,第三是拜占庭帝国君主,后来落到俄罗斯帝国君主,正因为国王与皇帝的本质区别, 所以就连曾经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君主都不敢自称皇帝,而是吞并了印度之后,拿了印度莫沃尔王朝君主的称号皇帝, 所以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期,英国君主的称号里面多了印度皇帝的字眼,第二是可汗,在古代, 可汗是中国北方很多游牧民族君主的称号,一些中亚,西亚地区的君主也是称可汗,或者叫大汉,应该能非常肯定。 可汗跟皇帝是两回事,从中国历史两个例子证明,忽必烈在1260年继承蒙古可汗,又在1271年登基称帝建立元朝, 皇太极在1626年继承了后京可汗,又在1636年登基称帝建立清朝,所以可汗绝对跟皇帝是两回事, 另外,跟可汗类似的称号还有谗余,跟皇帝也是两回事,第三是天皇,天皇是日本君主的独有称号, 关于天皇是不是皇帝的问题,争议较大,纵观日本历史,小编个人认为,日本天皇就是日本皇帝, 也就是说日本君主跟中国君主没有区别。 为什么叫天皇,而不叫皇帝,可能是受到了中国唐朝君主高宗理智的影响, 第四是沙皇,沙皇是俄罗斯君主的称号,近代保加利亚君主也称沙皇,沙皇是不是皇帝,也是争议较大, 小编个人认为,沙皇更趋向于国王,而不是皇帝,因为最早称沙皇的君主是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, 伊凡四世出于种种考虑,把称号大公改成沙皇,俄罗斯君主从此都称沙皇, 直到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称帝,俄罗斯君主称号从沙皇变成皇帝, 第五是苏丹,苏丹一般是伊斯兰教国家君主的称号, 现代世界还有几个国家的君主称苏丹,类似的称呼还有哈里发, 埃米尔,小编个人认为,苏丹,哈里发,埃米尔等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, 较为偏向于国王的意思,也就是说还是跟皇帝有本质区别, 最后是法老,法老是古埃及君主的独有称呼,应该能肯定法老也是国王的意思, 因为后世公认中国秦始皇帝嬴政是中国历史,乃至世界历史第一位皇帝, 如果法老是皇帝, 无形中与中国秦始皇帝嬴政是世界历史第一位皇帝的说法不符合。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